健康期刊指出 人体器官 空污全都害 从头到脚都被空污包围 嗯 真是好棒棒 一份全球性的研究发现 除了呼吸器官受害之外 空气污染也可能影响到 体内所有的器官和细胞 根据科学家在胸腔科 期刊CHES发表的报告 空气污染除了造成气喘 和肺气肿等呼吸性疾病 也会影响心脏 心血管 和肌肉并提升罹患心脏病的 可能性 空气污染的 微粒物通过肺部被免疫系统 视为细菌 而释放出 酵素和酸性物质来杀菌 这些蛋白质遍布全身 引发全身发炎 并影响大脑 肾脏和胰脏 而引发脑部相关的疾病有中风 失智症和影响智商 也有研究显示 睡眠品质差的 罪魁祸首就是空气污染 根据英国卫报指出 该报告提到空气污染 和各种癌症都有关联 空气污染也会影响骨质和发质 并也会引发脆骨病 皮肤老化 以及麻疹 根据报告指出 暴露在污染的空气中 将会降低生育率 并提升流产的几率 也会对胎儿造成影响 而近期有一则研究 曾在胎盘中发现污染物质 受空气污染影响 较容易出现极低体重的胎儿 并会引发胎儿发育不良 主导研究的 Schwarfnagel博士担心 医生可能不了解空气污染 对人体会带来的伤害 建议医生必须对此更加注意 并提醒和教育家长相关知识 Z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